我們玩了很久的日子 這個就是比加超的觸電棒 打到會滴響 又不會電到人 但又挺好玩的 這類型玩具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有很久的歷史 但這個是以比加超的公仔做題材 我覺得是一個IP、一個Gimmick 又有趣,用來做擺設也可以 用來玩也可以 這款遊戲來說 男女老少 什麼人都合玩 什麼時候都合玩 尤其是喝醉酒的朋友更加合玩 喝醉酒的朋友 看看你還有沒有定力 可以過這麼簡單的金屬曲線 我過不了了 可能我喝醉了 我們現在看了正面盒之後 看看後面 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插畫 其實我還未看完插畫 那邊 現在我們快點開來玩 用幾多秒來完成 這件東西很有趣的 開出來看看 這個好玩 對這個好玩 這個好玩 這個玩具來的 我以前很久以前 是有玩幾類玩具 是很簡單 但玩來玩去都不厭 原來設計很簡單 也不會很難拆 我這次就不會很難拆 好玩 這個就是主角的鐵線 鐵線 這條路徑其實都有個來頭 它擺明是比加超調味 我們現在開開來看看 據我所知 它是需要用3A電 夾到幾十 紙盒都很精緻 為什麼會說精緻 我用精緻來形容 因為它的紙盒剛剛有兩個洞 插了兩個耳朵 有幾多條 一條 一條過 我講了這麼久 大家都不知道究竟它賣多少錢 若果太貴當然是值得玩 我講的那些東西當然是值得玩 218元 大家可以用香港Visager Mastercard 或者香港支付寶 經過我們 這道直播網購 去購買 可以用218元 會不會電親 不會電親 經過我們這道直播網購購買 若果你要順風派遞記 就不包運費 這件產品我相信30元運費 我們一收取order 會立即儘快記出 大家就不用擔心 等整個星期都沒有人理會 OK 亦都這樣說 你不要順風派遞 亦都可以選擇 道店取 道店取 我們可以安排 我在地牙鐵那裏 跟你交收 你不用說下下上去 好 好 我們現在開始玩具 嘩 膠紙也挺長的 這個比加超公仔 挺有趣 有精緻 還有一個浪 浪子 可以不可以的 是否這樣下 這樣下 你有沒有想過 比加超級美 這樣勾形 OK 下面入電位 這裡有螺絲 安全系統 開關鍵 應該是兩種聲音 我們待會試一試 好可愛 是否很好 是否有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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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脱手了 剛才是比加超衝過來的那一刻衝得有點手軟 我現在幫他開套 不是,開套裏面的電池蓋 三粒電,我進一些很流的電 應該聲音未必那麼響 希望有些效果 好,是這麽多,拼起來玩得 Pika Pika 臉會亮燈的,再看一次 看到他臉會亮燈的,再看一次 這個運費大約30元,信封快遞 看到他臉會亮燈的 看到他臉會亮燈的 閃亮燈的,OK 我們現在試試玩一下,看看會不會碰到 嘩,這條尾對我來說是沒有什麼難度 不過都會碰到的 碰到又不出聲,你想怎樣呢 那我們是不是做錯了東西呢 嘩,嘩嘩,嘩嘩 沒有什麼反應 我們現在是做錯了東西,我們再試一試 嘩,嘩 現在我示範一個錯誤的情況給大家看看 其實他現在好像沒有反應 他又不會覺得電傷 嘩,嘩嘩 嘩,嘩嘩 但其實為什麼會有問題呢 和我扭螺絲無關 是最重要的條尾,應該插這邊 看多一次 嘩,嘩,真的沒有反應 想怎樣呢 我們現在不如看看這個說明書 好嗎 其實沒有什麼說明書 好可言 這盒產品比較有趣 真的沒有說明書 而說明書就在後面 我們看看說明書說什麼 他首先說 比卡超的頭 是這樣的情況下 尾就一定是向他的右手邊 向他的右手邊擺 怎麼開始呢 開始的地方呢 就是由這裏開始 下面這裏開始 OK 不過其實已經開到的了 就看看究竟是否他沒有電 有一個叫Hard Mode 剛才他喊了 按一下聲音 這個就是Hard Mode 這個就是Hard Mode 比較爛的模式 另外 這個就是Easy Mode 容易點的模式 但是是否真的這樣就可以呢 我們再看看 其實呢 開始的話應該是這樣的 首先呢 這裡 看到有塊鐵在這個位置 這裡有鐵粒在這個位置 這裡有鐵粒在這個位置 對 從這裡擺一下 OK 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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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鎖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的鐵粒 其實呢 這個意義就是藍和二的模式 我們看一看究竟是怎樣用 先 聽不聽到 看著 現在我教了Easy Mode 先 聽不聽到聲音 它一邊玩一邊有聲音 聽著 聽著 嗨嗨 現在的情況呢 現在的情況呢 這支是這樣震 這支震得很厲害 震得很厲害 再點一次 現在呢 就完結了 我們由頭開始 點了這個 聽到聲音 是嗎 聽不聽到 嗨嗨嗨 咨嗨啊 按 又叫救命 ahí啊 变得很久就会震 整支都在震 玩法就是要接触1点开始位 完结后去完结位 其实这个系统不是碰到它就震那么简单 它是一个奖赏模式 不是真的拿礼品的奖赏模式 而是告诉你真的由开始去到尾 开始 这个成功了去到尾的声音 因为去到尾由开始碰到这个东西 去到完结的位置 碰到下面这一点金属的位置就完结了 要讲到尾的声音 其实有很多人回到第一时间就这样碰到 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其实这个玩法就很简单 这样放在圆形 它又碰到开始的金属 听到吗 跌一下 又跌一下 第三下 叫到很大声 第四下 现在这支牌已经在抖了 即是输了 游戏已经完了 再碰到也没有反应 就是这个玩法 价钱很便宜 不是贵 还有很精致又有趣 放在公司的桌上 有时候有些女同事走来玩 都不知多吸引其他女同事走来 会之后 一定会不会吧 akkale